近几年 刘浩然在娱乐圈的发展 可谓是风生水起 凭借《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 获得了不少奖项 她也由之前的青色少年 变得更加成熟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刘浩然 是在2014年的电影 《北京爱情故事》 也正是因为这部电影 很多人成为刘浩然和欧阳挪挪的CP粉 两人不仅在电影中发展了一段非常 青色浪漫的爱情 在现实生活中 两个人的关系 看起来也非常不一般 很多人说 那时候的刘浩然 微博上只有吃饭睡觉的欧阳挪挪 男友视角的挪挪 还称呼欧阳挪挪为小孩 小孩是多么宠溺暧昧的称呼 刘浩然你真的很勇敢 才不要告诉你们 要去见谁多么傲娇的语气 地球人都知道 你要去见欧阳挪挪啦 去探班给欧阳挪挪带了很多甜点 像是在宣告男朋友的身份 那时刘浩然的微博 五条里有三条都是关于欧阳挪挪的 CP粉沉迷于他们之间暧昧的感情 甚至觉得他们是真的在一起了 毕竟一个男生常年在微博提一个女生 证明这个女生和他的关系真的不一般 但有些人认为他们不过是在在宣传电影 营造CP人设 但即使在2015年距离电影上映已经过去一年多 刘浩然的微博依然时不时就提起欧阳挪挪 还和他一起聚餐发微博 向他检讨请求他的原谅 完全一副男朋友的口吻 两人参加综艺 在后台也一副很亲密的样子 那时候成为刘浩然和欧阳挪挪的CP粉 大概是最幸福的是 别的CP都是粉丝 在各种细节里找两人的糖 而这对CP根本不需要粉丝操心 自己亲自下场发糖 其实 不论是营销还是真情实感 两人那时的关系肯定是很好的 对待对方的感情也都是真挚的 那时 两人都是未成年十几岁的年纪 荷尔蒙爆发 很容易对身边美好的异性产生不一样的感情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对CP不再在微博互动了 刘浩然也很少在微博提起欧阳挪挪 欧阳挪挪还曾在参加综艺时说 自己在 圈里没什么好朋友 特别好的朋友 都是圈外的 其实 当初营销CP人设 是真的感情也是真的 只是因为两人未成年 谈恋爱或许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CP粉也期盼未来 两个人成年了 或许他们能官宣 谁想到最好的我们过出 刘浩然又有了新的CP 从最好的我们开机开始 刘浩然和谭松韵在微博上就有一些互动 但不是特别多 从内容上看也是很正常的关系 刘浩然画的两人的画像画得很传神 两个人互相偷拍对方微博文案是一样的 杀情微博上两个人的合照看起来很亲密 这么看来 刘浩然和谭松韵的关系也只是普通的好朋友 但是从一些路透能看出来 他们在片场会有很亲密的接触 刘浩然对谭松韵壁东 虽然看起来有一些暴力 图片虽然模糊 也能看出来 谭松韵对此并不反感 刘浩然揽着谭松韵的肩膀 两人不发一致 既像情侣又像兄弟 看来在剧组混得很熟了 刘浩然举着谭松韵 谭松韵坐在刘浩然肩膀上 这也不是一般的关系 能做出的举动 旁边人的表情也没有很诧异 也没有起哄 两个人在剧组 应该不是第一次这么玩游戏了 刘浩然从背后抱着谭松韵 这个动作就很男朋友了 后来即使剧已经杀青 刘浩然和谭松韵 还是会在微博互动 互相为对方宣传新戏 在对方的微博下 抢沙发评论的内容 看起来也是 关系很好 才能说出的话 刘浩然叫谭松韵胖子 乍一看 好像很不礼貌 但仔细想想 如果不是关系很好 能说得出这话吗 谭松韵也不示弱 对刘浩然眼睛小 刘浩然好像也并不介意 谭松韵说她眼睛小 刘浩然好像很喜欢 这么搂着谭松韵 谭松韵小小的一只 在刘浩然怀里有 小鸟依人的感觉 话说一个男生 能这么搂着的 不是 男朋友就是哥们了吧 从最好的我们 开机开始 刘浩然的微博 就很少再提起欧阳挪挪了 当时营造的CP感 也都随着谭松韵的 到来消失了 刘浩然在接受采访时 也说 把欧阳挪挪当妹妹 和欧阳挪挪的关系 更像是家人 她说自己不排斥姐弟恋 众所周知 谭松韵比刘浩然年龄大一些 2016年1月20号 刘浩然和谭松韵 被拍到一起回酒店 刘浩然还搂了 谭松韵的肩膀 事后 有人联系了 两人的经纪人 得到的回答 是不清楚两人的情况 不知道是否在恋爱 需要和本人确认 这个视频的发布 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不仅耿耿于怀CP粉疯了 北爱CP粉也疯了 耿耿于怀CP粉觉得自己刻的CP成真了 疯狂欢呼 而北爱CP粉觉得谭松韵拆了刘浩然 和欧阳挪挪的CP到谭松韵的微博下 辱骂他 有说他长得丑的 有说他老牛吃嫩草的 骂得很难听 即使欧阳挪挪提醒粉丝 不要再做 这些伤害别人的事 粉丝依然非常不理性 当然 也有正义的路人支持他勇敢追爱的 说到底 不管刘浩然和谭松韵是怎样的关系 都是他俩自己的事 外人没有资格说他们 到微博下攻击别人的长相 和年龄更是大可不必 后来 他们两个 和他们的团队都没有随着 这件事有所回应 也没有澄清这段绯闻 刘浩然和谭松韵 从这件事开始 就开始避嫌 后来最好的我们播出 两个人在微博也没有互动 5月16号 刘浩然 谭松韵恋情的热搜 突然出现 刘浩然的经纪人 在微博说 热搜是别人买的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迷眼人都看得出来 是在说谭松韵 随即 刘浩然的粉丝 开始撕谭松韵说他炒作 而剧粉也开始质疑 刘浩然为什么开始汉欧阳 挪挪再一次炒CP 在最好的我们大结局时 谭松韵发微博提了剧中 刘浩然饰演的于怀 而刘浩然却没有提谭松韵 也没有提耿耿 两个人的关系 和当初在剧组时 天差地别 直到现在 两个人对于这件事 也没有正面的回应 谭松韵曾在采访时表示 两人是朋友 说会很可惜 因为舆论失去一个朋友 其实在娱乐圈这样的事很多 明明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 相处得很好 偏偏粉丝喜欢脑补 说对方靠自己正主炒作之类的 双方粉丝互撕导致本身是朋友的 两人最终走向疏远 这对艺人本身来说也是一种遗憾 娱乐圈本来就很难找到真心的朋友 好不容易有一个能聊得来的朋友 就因为不理性的粉丝关系变得尴尬 所以粉丝要离偶像的作品近一点 离他们的生活远一点 他们是公众人物 也有享受私人时间的权利